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两年的时间 OTO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但其实已经有隐忧出现了 以中国大量来说 目前就说大概有九成左右的OTO公司 都出现了估价太高的问题 甚至有人说已经出现这种泡沫化的可能性 其实不只是在中国 例如说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创立已经三年的美国OTO家政的鼻左 叫做HomeJoy这家公司 他们就宣布要解散 另外在九月份 这个新闻可能朋友都有看到 Coupon他们宣布在明年九月 全球要裁员一千人 实际上在今年底 他们就撤出台湾 所以一方面看到OTO发展非常蓬勃 但同时他有他的问题存在 空间明亮 装潢充满时尚感 这家专走中高价位的中菜馆 平时吸引不少内湖科学园区上班族闻香而来 老板Dennis从事餐饮超过17年 接过团购网谈合作的案子多到数不完 团购业者都会希望我们餐厅能够将这个餐点原价 去打五到六折的优惠 那他们再从这个价格折扣后的价格再去抽取30%的佣金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成本根本是没有办法附和 登上团购网卖餐券 第一关就是价格对半砍再以极低的利润跟平台拆账 短期内或许能带来人潮 但两三个月等于没获利店家可受不了 之前我看过朋友的餐厅就是因为做团购券的一个关系 然后他会认为说有团购的活动开始的时候 他就觉得哇生意好好喔 然后当活动结束的时候却一个客人都没有 而且团购的回流客根本是零 2010年进军台湾的知名团购业者库蓬 当年以电子商务中的O2O模式起家 也就是online to offline 用低价的电子票券吸引网友购买到实体店家消费 但当多数餐券价格杀到见骨 餐厅菜色跟着打折 消费者的体验自然也好不起来 还是会有但是占极少数 团购券上面形容的我们的预期 会跟我们预期的有落差 可能实际到现场没有那么丰富 蛮多普遍性会碰到的就是 他们的餐点的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是团购券 价格的差异它的内容物也会有差异 不少上班族都有团购餐券的经验 但团购网上不少知名餐厅因为利润微薄 设下重重消费限制难免引发纠纷 这次库棚败振退出 一方面凸显市场饱和 二来也印证了这类压缩利润的商业模式 其实行不通 不正常的消费行为其实不可能持久的 不管店家不能持久 消费者也不可能接受 然后这个平台也不可能会因为这样 而会一直会有店家愿意跟他合作 台湾电子商务发展成熟 从网路商城的B2C 开卖平台的C2C到团购网的O2O 如何做出创新模式业者绞尽脑汁 有帮助就点一下 所以它评价会不断的被累积 评价的人他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红利金 在购物平台消费后 把使用经验写成评价 如果被自己的朋友认同 也跟进购买就能获得红利金 创新概念在一天之内吸引两万人上线 在公司的会议桌上就能做健康检查 电商业者把以往的O2O变成offline to online 也就是把体验带进办公室 引发上班族兴趣在上网消费产品 业者认为未来若只靠杀价竞争 电商不会有出路 可是现在更竞争的是社群 其实他们已经有自己成为一个小型团购 比低价我觉得可能是一定会面对这样的结果 热度也大概消退了 所以我们要再进化到另外一种方式去做 不是只能维持在团购上面 商品都是比较低单的 那在你的服务的这么多的会员上面 其实你应该要再进化说服务 他们可能更有品质更有品牌的 电子商务市场竞争加剧 创新和转型恐怕才是唯一的路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困难点的角度来切入观潮 其实刚才呢在这个画面当中看到蛮多都是走餐圈的模式 有人就说如果你今天要切入OTO的话 做餐饮啊餐厅这一块算是最简单的 但是也是最快阵亡的 你自己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 餐厅我认为餐厅最难的 餐厅最难啊 因为其实餐厅的毛利结构啊 其实经营产业 他们本身实体本身的毛利结构 其实就就就就没有很好 所以当另外一个 合作伙伴要再切进去 然后这个合作伙伴也要进来 分享利润的时候 用同样的模式 对所以其实那个分享利润空间 已经变得非常的少了 所以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为餐厅其实是一个服务业 所以它不是像你卖一只手机或怎么样 它那个商品是可以 可以这个大量复制的 然后品质是可以 基本上品质是可以被保证的 可是餐厅的话 你突然杀一大论人进去 如果你舍点的时候 突然进来二十个人 这时候整家餐厅 那个服务品质 就会开始往下掉 这些东西都会去影响到 这个所谓餐券商品的品质 而这些品质 其实在消费者的心中 其实都会留下一个很深的烙印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不好以后 它就再也不会回来 就负贫啦 然后网络上就开始传 对 然后我们都知道做生意 其实如果你没有回留客 基本上这生意是绝对活不下去的 对 不过你刚刚讲 比较属于餐厅餐饮这一块 但实际上普遍来说 现在OTO几乎都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估价过高 甚至连这个Uber 现在大家也在讨论 因为它最新市值 已经估到六七百亿美金 相当不得了 在中国有一个分析是 它是苹果 说接下来两个季度 市场上看到中国这些OTO 说会死掉百分之九十 你的观察这种泡沫化的隐忧 已经这么严重危险了吗 我觉得中国会死掉百分之九十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现在整个景气 会降非常的快 然后其实他们的资金链 这些资本市场的问题会很多 所以资金会开始收手 所以这些OTO会得不到 这些钱的养分 所以得不到就只好关门 所以因应你们现在发展模式 你们会去考虑 往中国这一块去做突破 不会 我们目前 我们认为台湾团队 做国际拓展的话 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机会 现在最好的机会 其实在东南亚 因为东南亚其实有六亿的人口 那我们认为 我们的资源分配上面 应该把东南亚视为 是我们的腹地 对 不过就OTO这个发展模式 我身为一个消费者 我可能会去考量到点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在线上 购买到了这项服务 我去线下做消费的时候 我可能被消费的我不是很愉快 不管我今天是去做SPA也好 餐厅也好 Uber轿车也好 住一个民宿也好 我很不高兴 我这时候要客诉 我应该对谁来客诉 当然我们平台验责 一定是首当请从 对 我们之前发现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一位外商公司的 这个高级主管 透过我们订餐厅 然后到台北另外一家 很知名的无性级饭店的一家法国餐厅去吃饭 然后结果他吃完了以后 写了一封客服进来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 即使到现在都还是会看公司的客服信件 然后我就看到上面写说 我去那家餐厅吃饭 然后我觉得当天的食物 没有以前的水准 然后服务态度也不好 然后我带了两个很重要外国客户去吃饭 然后我再也不会回去那家餐厅吃饭 逗号我也不会再使用你们的平台了 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我要负这个责任 然后为什么我也这么倒霉 他表现不好 也连带到我的表现 但是我后来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O2O的话 其实消费者 其实把这个O2O的这个平台 当做是要产生信任 他要信任你 他才会把他的这个服务交托给你 委托给你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提供的这个配合的店家的品质不好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所有的问题 全部会回到平台上面来 只是O2O 因为我们的商品的对象 其实都是服务业者 但是其实这个观念 其实跟所有的过去的零售业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每一家实体的店家 都适合摆到网路上面来 举台湾餐饮界来讲好了 台湾餐饮界能够活超过五年的餐厅 只有五个percent 这么少 对 意思是说 95%的餐厅在五年之内都会倒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那种 去东区 每半年去走一走 你会发现东区像自己的餐厅 招牌每半年就换 然后你去百货公司看 也是一样 百货公司顶楼那些餐厅 每半年就换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我们餐厅找我们合作 或者是我们去找餐厅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会先去试吃 所以如果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过去七年 我胖了大概25公斤吧 真的是 创业非常辛苦 对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阵子我们在 我那时候在专攻 就是全台北的那个 干式熟成牛排 我最多的时候一天吃六克 吃六克 然后吃到这个晚上最后一刻 晚上九点半 十点 老板在对面眼神望着地说 很棒吧 然后你会看他讲说 老板这块牛排真的是太好吃了 但是你心里想的是 我接下来三个月 其实不想再碰牛排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去试吃 那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的团队 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 经验是我们一进去 从观察它 例如说怎么点菜 怎么带味 怎么怎么这个倒水 然后甚至到它菜单的呈现 它的价位的设定 还有装潢 这些东西 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 大概这家餐厅 有没有希望 像我们现在平台上面 有超过二十万者评论 然后我们跟这个 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评论网站 叫Triple Advisor 有这个战略合作 所以这些评论的东西 我们就直接提供给消费者 大啦啦地摆在消费者面前 就是让消费者知道说 过去曾经去吃过 这家餐厅的人 他觉得如何 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参考 好我们节目最后 今天真的很高兴 能够请到Alice 因为实际上进行经营 真的有非常多切身的经验 跟大家做分享 最后一句话 来帮我们做节目 今天的结尾 我自己分享的是 只有三个字 叫胆 一定要有胆量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做O2O 或做所有新装事业 一定要快 看到机会 一定要马上切入 发现有问题 马上要改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对所有台湾的 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 我觉得一定要打 就是台湾 一定要像中国大陆 或是像美国的创业者 也一定要想的是 怎么样可以征服全亚洲 怎么样可以征服全世界 不要只是想说 呃待在台湾去 去做一个小的O2O O2O一定要大 才会有价值 真的叫做 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而且其实O2O 它既然是在一个 online的环境上 它老实说 它就没有空间上面的限制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非常宝贵的经验分享 也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